Respect的观众 读者 大家好 我是细猫 应智悦 今次我大约约你跳舞来Respect 想知道我之后有什么动向 记得看Respect 跳舞这首歌 因为我长时间在韩国读书和受训 对韩国的音乐就比较熟知 也想试试 今次有机会在香港出道 不如试试把韩国的作品 再加上在香港书文老师监制的监督之下 看看会有什么化学作用 想试试试一首混血仪给香港的观众 即是韩风得来又带有些港味 也很开心找到林阳老师填词 最主要是想以一个 为什么要叫约你跳舞呢 因为2020年有很多新人 哪一个可以吸引你的 就像派对里面那样 要吸引你的那个热声 到底是哪一位呢 所以我们就拜托了 林阳老师围绕着这个主题去写 所以就希望呢 我呢就在2020年新人里面 可以约你跳舞的那个 其实我现在就打算出四首歌的 那四首歌呢 其实约你跳舞是其中一首啦 那其实下一首呢 就已经完成了大约80%的了 是的 现在也很期待给大家听啦 那就是以自己作的一个作品的歌曲啦 那再之后的作品呢 就没有说一定要是 下什么风格什么风格的 其实都是想说 和更加多音乐的老师啊 监制老师啊去合作啦 我想尝试更加多的 不同的曲风给香港的听众 因为我觉得 这么快 一个新人就定死了一个曲风 我觉得 是很遗憾的啊 我觉得 趁着这个新人的身份 我会愿意更加去挑战更加多的一些 不同的曲风 那 那来紧希望 尽快啦 其实现在第二首都差不多完成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啦 那可能导致到拍摄上面的 有点点染啦 那我希望 疫情尽快完啦 那大家身体健康啦 今晚开show 若你跳舞 要你肯见我 要你肯见我 希望 哪个口水气讨好 这个性格讨好 我会叫你已想不到 穿梭化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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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